大家今天介紹NKCAE的會員刀 今天介紹的是1992年 1992年是熊一子刀場最早替NKCAE製作的會員刀 這是一個直刀 我們介紹過1993、1994 那兩支刀它都有插件 最早其實沒有插件就直接畫到裡面 那個插件也是一個過時的材料 用PE把它加了壓縮 壓縮成型 然後拉伸的時候射出 那個插件的它凹下 那個經過拉長以後 它就變成脆弱 所以大概一兩年就全面都碎 有時候都碎掉 混碎 整個都碎掉 所以那個東西現在已經沒有人在用 現在都用PU Poly Eulacin 就是泡棉 泡棉的一種 那這一個 這個1992年是最早的 它用的是派克刀場的580刀型 那是一支很暢銷的刀型 所以它整體看起來 你看這個刀看起來很金構 就是它沒有多餘的結構 短小金幹的方式 這個是一支剝皮刀 你一定要買一個橘皮 橘皮布 要來插的話就可以插軟乾淨 它橘皮布髒了以後 你可以用回皂給它洗一洗 然後拿去瘋乾 就是在空氣中這樣 這個 讓它自然這個吹乾 不要用吹風劑 那吹乾的時候 快乾的時候它會 你就要給它這個 讓它這個 這個纖維不要結成整團 或是整塊 它就會變硬化 你知道像那個羽絨衣 羽絨衣你洗 然後你要給它弄乾 所以要去給它拍 給它拍散 你不拍散 它那個容易 透水 它那個會結成一塊 那你以後 它結成一塊 就沒辦法藏空氣 那就沒辦法保溫 所以這個也是一樣 它這個 裡面的那個 這個 這個皮的那個纖維 這個 真皮層那些纖維 你一定要 讓它不能結成一塊 所以你要去給它 才會認證的老闆 很多不會弄的 整個都像那個 像什麼東西 像牛皮 但是這個是羊的 那個真皮層 羊的真皮 這個是在 有西蘭的 有西蘭的 你看這個 你看這個 這個 插那個珠寶的花量 這個比較厚 一樣 你只要沒有這樣處理 因為它 你這樣擦 它最後還是會髒 很髒的 你就不要用這個 就先用 衛生紙 或者紙巾先把它擦乾淨 它擦了用 你看它都會花涼 因為它會吸收那個 上面的髒 你看這個 這刀 非常漂亮的刀 好 我們講這個 這個是盒子 它這個是 一色兩色 那這個也是 用咖啡色跟 它有用 黑色跟 藍色 它這個是用 咖啡色跟 綠色 就是兩色 套色 印刷就是這樣 我只要講兩色 套色就是說 一色以上的才叫套色 那單色就單色 沒有什麼套色 套色就叫一色 一色以上就是兩色三色四色 三色 四色 四色有 四色就是彩色的印 你只要四色 沒有人去四色套色 套色最多到三色 三色你去調 你要什麼顏色就去調 然後印看看 跟那個樣張 你要有一個樣品 跟它說什麼顏色 跟它樣張的顏色是一樣 不是一樣在調 就像畫水彩一樣 這個 你不要有信口開 這個我都 我在工廠裡面 我都有 去這個做過 嘿 大概是 我不是在那邊真的在做 我是實習一下 練習一下 看看怎麼做 那師傅怎麼調 調電 很複雜的 以前台灣最好的時候 工廠是二十四小時 二十四小時在做 加班不夠時間來找 那個工營的 民營的工廠找工營的師母 來晚上開業班 應該這麼厲害 工廠的所有的運刷機 那是德國的 通摸送還是什麼 我那個機器都是沒有錢 沒有錢 然後去貸款 貸款就怎麼還 就是每天二十四小時這樣 這樣印 然後把那個錢拿去 那個貸款 後來就很慘 後來台灣這個 開始走下坡 很多貸款沒辦法還 都把基金賣掉 然後二十四小時也沒有了 然後就是 然後這個最後 師傅也請不起 最後老闆自己做 我講的都是真的 台灣現在很扯 很多印刷廠都跑到中國大陸去 就替中國大陸賣命 把中國大陸從很貧窮 很弱的地方 變成一個很進步的地方 然後 中國人他會 他就把你趕走 甚至把你的工廠 把你吃掉 因為中國大陸有很多法令 很習慣 他要有可能 譬如說你 你假如沒有 只是一個台胞在那邊做社工 你就會倒霉 他一下子這個來找你 麻煩一下那個 所以你要找一個中國人 當股東 或是中國人當總經理 來應付那一些亂七八糟 中國貪慕就是這樣 中國全國都在貪慕 沒有一個不貪慕 因為他很空氣就是這樣 你不貪慕你就要滾蛋 跟大家一起 我講這個中國系 那這個 我剛才講的彩色印度 這個印度來就是這樣 這個叫陶石 上面都沒有東西 沒有印什麼東西 一般來講 我們會印一個 印一個油 那個油叫做UV 它是一種黃 黃什麼 黃這個紫外線 黃紫外線 紫外線要黃這個 保護這個 保護這個 原料 因為原料你那個紫外線 它原料會被吸收 被 然後揮發掉 然後這個顏色會變 譬如說你這個綠色 最後剩下黃色 藍色不見 所以它要印成黃紫外線的油 亮油 一層油 那個油 那個油就像我們手上那種 油那種感覺 它不是一個薄膜 後來才有那種用那個 PVC的薄膜 薄膜把它 這個從在表面上 這個護蓋一層 連上去的 連上去一層 那個叫做上光 上光 上光有像那個 不太清楚的 那叫上霧光 因為會發亮 就叫上亮光 那這個都沒有上 所以這個 因為以前這個盒子 都丟掉了 大部分都丟掉了 這盒子沒有收藏價值 看起來很醜醜的 刀是進到刀箱裡面去 刀箱的話 它有好處 刀箱你一拉出來 一個盤子裡面可以木盤 抽氣一樣 可以放十幾支 二十支 所以你要看你的刀 你不必去盒子拆 上面還有包黃袖子 我再一個一個拆 再拆 然後再看完 這樣會變得很痛 你就把你的刀放在那盒子 現在你都可以自己做 你知道那個哪裡啊 那個叫 特定武器 你知道特定武器 你也可以自己做 好 那麼這個 所以你把刀全部都擺好 你要看著這個拉出來看 哇一下子十幾支這樣看 然後一下子就可以看一兩百支 你知道這個才是收藏刀的塊 不是把刀放在那個什麼 亂七八糟的紙箱子 臭臭的爛爛的 然後紙箱子 然後全部都擠在一塊 搞得亂七八糟 然後生鏽也不知道 那也就是 你就是刀的奴才 你在做奴才的工作 你還刺後這些刀 而且還刺後的那個 那個 這個刀可能還高興 那個 一種刑器你要 要一種高尚的刑器 不要做得微微縮縮 抬勾 拉拉煞車 這個刑器 你要自己去把它構建好 讓不論是你的人來 看看你在幹什麼 也會覺得 哇你這個好專業 這個真的是一個很棒的事 像集油一樣 你看油條破破爛爛的 折道什麼 你看集油都很乾淨 然後集油側一本一本 打開來都很乾淨 然後拿一個放大鏡在那邊看 然後拿一個夾子在那邊講 好乾淨 你看這招好乾淨 你看我最常做的就是在洗手 你不洗手 你常常刀都弄一個 或者是 你在做什麼東西的時候 手髒髒的 譬如說你在磨刀 還看什麼手髒 你現在去洗手 就保持這個手乾淨 你不要做一個 做一個乞丐一樣的 這種收藏這樣 那就不要做了 你就去睡覺就好了 那個睡覺最快樂 身體也不會太健康 好 這個 所以它這個盒子 你看它這個盒子很奇怪 它這邊有一個割 割開 這個大概是在工廠 這一定在工廠 沒有人會把這個盒子把它割開 你看它這個盒子幾乎是新的 但是這邊有一個 這一定在工廠 就是說被機器割到 因為這盒子做的時候它要黏 它這個也是半自動的 好 就 黏 黏 這個黏起來 這個倒不是 這個比較簡單 它再黏四片 那種是早期那種簡易的 那個紙盒 這就這樣而已 其他通通都沒有 這個 所以你看這個盒子其實 好 新的差不多 好 皮草 皮草它 這個刀它可能洗完最久 你看這個皮草 看起來很少在用 這邊可能是有這個 它有皺皺的 不是皺皺的 有一些 哇 看一下 就是這樣 這有時候是眼癌就有 你看這個是眼癌 皮就有的 這個 壓盒 這有一個擦傷 因為皮跟人一樣嘛 你要很粗的東西噴到它也會受傷 它也是這樣 這其實是沒關係 你可以把它 用油 或者是說 用這個 這個是染色的 染色給它擦一擦也可以 不擦也可以 就這樣就可以 只要它不要惡化就可以 你可以 用這個保養油給它擦 這樣 因為它這個 外面的色調 就是這樣 假如你有相同的色 你就可以再沖這樣 那這個就是那個 原來的皮上面 並不是什麼刮傷 或是什麼傷 這個皮 你看你自己的皮 上面也有折痕 甚至 這個牛皮也是這樣 有一些 那個腋下 還是那個大腿跟的什麼 都有這樣 所以 你買牛皮的時候 它會跟你講 你是哪一邊的 所以你自己就要想 哪一邊的 我就會碰到身體皮 頸部的 好 那邊也有這樣 皺皺皺 就是這樣 那你又可以 你哪一個地方 你不要那種 你就不要那一部分 它很多牛皮是賣整張的 一張要三五千塊台幣 來整張的 很奇怪 有的時候你要做小小一片 一個東西 包包只要一小片 它不賣你零的 它都要賣你整張的 那很奇怪 我為了要吃一個豆腐 那我就要去種 一畝地的那個 那個黃豆嗎 這種道理 我只是要 或是試驗一下 像有人他做皮 他做一個皮夾 他自己用 一個皮夾而已 要買一頭牛的皮嗎 台灣人很奇怪 好 那這個 所以你就要去 跟好幾個人一起 來喝起來買 通常都是在那個 他們會這樣就是說 在那個皮 皮件的那個 那個學習課程裡面 他就 老師就帶一整張來 要來婚 你們去婚 那你一定要給我買整張 我沒有賣零的 這個是 皮帶環 皮帶環 你看它這個都還亮亮 這個決定是真的 這麼亮 好 那麼這個是 皮套 這個皮套 這個皮套現在 已經在沒做 因為它這個 很貓 還有一個蓋 現在都做簡化 就是到這邊而已 然後它是用插入 插入是自夾式 進去就夾住 所以它不必蓋 不必蓋 因為蓋子這個東西 多成本多工 而且以前這個是 這個皮都是 美國人自己做的 現在都到第三世界去買 像墨西哥去買 因為價格只有 大概三分之一 三分之一 不過你一個 美國的皮套 像這種 以前老的皮套 這種形狀 現在賣到一個 一百塊美金 這個 這個歷史的代價 這很高 好 這是刀是 6.5吋 6.5吋 這個是 7公分 大概2.7公分 2.75吋 6.5吋 大概16.5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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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它這個是 你看它這個刀片有上揚 那這邊是金刀式眼膜 這邊是凹膜 你看凹膜 你看這個光線你就知道 那黃光 假如它不是凹膜 它會整片緩色 整片緩色 它因為它 它是凹的 凹膜的話 就是很多線 然後是成一個弧狀的 這些線弧狀 然後弧狀這個 這個結合起來 所以它就是一種凹膜 它這個是一種重度時刻 看一看 這個光線很慢 這個是 中國的 中國的攝影機 中國的攝影機就是這樣 中國的攝影機就是這樣 那這個也有1992 這個是明黃色 這不是鍍金 我直接就跟你講 它這個是先十顆以後 先十顆很勝以後 然後再另外一個再上色 這個就變成一種特殊運作 然後這邊有NKCA的 這個是這種叫做喬帶 喬帶 它這邊有日期註記 第一行 V-E-A-R 熊 後面三個是MGC MGC是三個股東的姓名的縮寫 後面USA 左邊四個點 右邊四個點 所以就是金字奇註記 它這個是 1990年的時候十個點 然後過一年拿一點 所以拿兩點就叫1992 拿了兩點就1992 好 這邊有這個編 這個是這一個 它做了一千支 一千支的編 這是編 六五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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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看這 它的 這路角 這是三八路的路角 它這個花紋 這個 像這種花紋 比較粗廣 粗廣 粗廣型 它這個花紋 就算很漂亮 像這種花紋 有的花紋 蠻單調的 你看它這個又另外一個花紋 另外一種形式的花紋 因為每一隻鹿 在磨角的時候都會不一樣 其實同一隻腳 它磨出來的形狀也有很多種 花紋路 紋路也很多 這邊這個是磁 比較磁 這個就比較變化 那個 它一定是這樣 左右這樣亂磨 這沒有一定的方向 這個就一定要 一支同一個方向 才會磨成這樣 所以這 那這 這個為什麼會這樣 就是說它這個路角 它這邊的 那個結理質地 比較 軟 所以它會被磨掉 那其它比較硬的 就沒有被磨掉 所以會產生像樹的 樹幹的紋路 有很多樹幹 老樹以後 它有的會 譬如說 受傷啊 你知道那個樹被雷 那個閃電打到 打到它 它就會掉一塊下來 掉一塊下來 那那個地方 就會慢慢癒合 所以它上面會有很多 那個很老的樹 上面會有很多 很多這種傷痕 有的打了它會 它會這樣 它會 癒合會結成一團 那那個 有的那個密封 會跑進那個地方 那個地方做 做草 那在那個地方 去搬一些沿途啊 什麼的 就這樣 那個 那個東西有時候 對樹是 會 會 結構會很 很習慣 就是 會變一個 很奇怪的形狀 那常常就被拿來做 什麼的 藝術品的什麼 那個雕刻的什麼 那有的時候 那個地方 它講 這個 基金花展的不太好 那個樹 可能會從那個地方 感染 死掉 所以 那種叫 隱木 那個中國人叫 隱木 那個 隱就是好像 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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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一個 那個 鍋一樣 那種叫 隱木 另外就是一個 不正常的 突變 樹的突變 好 那這 這一個 這種蟲我們就叫做 焦岸 因為它很像 那個 在海邊 那個 礁石 延伸到海裡面去 它這邊多元的標章 它這個標章 是NKCA的標章 NKCA就是美國國家收藏家協會的 呃 的 協會 刀具 美國國家刀具收藏家協會 其實也就是俱樂部 那協會就是俱樂部 它是美國這個賣刀的 做刀的跟 在介紹刀的作者 作者 作家就是寫 跟刀有關的文章的作家 喔 還有 收藏家 這四種人的 的 專屬的會員 喔 專屬的 它是美國 有史以來 程度最高的 俱樂部 其他俱樂部 亂七八糟的也當然 那個也有的就是 一個工人 它在那個地區 就 譬如說你這個 我們舉個例子 像那個中和 中和的 愛刀的人 他就 組織起來 組織一個俱樂部 可能 欸 少的時候 聽說也只有二十個人 多的時候 五六百人 那 那他 他就會 去做自己的刀 他就 跟刀場 還是做這個製刀師 跟他講說 我們要做一個會員刀 上面要有什麼 什麼東西這樣 這個也就是像那個樣子 所以他這個是1992年 他用生石刻 所以這個刀就比較少 九三九四都很淺 那這個表面 這個表面是生石刻 你看它這個 這個烘烤 你看很 顏色 金黃色的 這個烘烤的很漂亮 你假如沒有烘烤 它是一個 橙白色 因為很多鹿角 它不是從那個 鹿的頭上去拿來 鹿的頭上去拿來 就是要殺掉那個鹿 所以有的人在做鹿角 還是幹什麼 他會講 我這個 我這個沒有經過血腥 他這個鹿角是哪裡拿的 他就要山上去找 那個鹿角 鹿的角掉下來了 鹿每一年都會掉一次 大概十一月的時候 他上山去 他有 掉沒多久 他就把它撿回去 有了你很久才去撿的時候 那個就被太陽曬 被熊還是什麼 那個蛟狼咬過啊 什麼的 那有的就 木腳就亂七八八 那有的曬太久 又它就變白色 白色啊 白色啊 你知道白色 白色而且很容易脆化 就是它容易 用力敲到之後 它就會裂開 那個叫做 像魂筆一樣 那個叫脆 那個魂筆化 英文叫choke choke 是這個魂筆 C-H-A-L-O-K 加一個Y 就是魂筆的 就是 魂筆化 就是容易出 那這個 這個 它是用 噴燈去烘烤 這個烘烤技術要很高超 要不然你 而且要有一個藝術的 那個 細胞 要不然你烘烤的東西 會爛死八糟 有的時候 會爛死八糟 燒焦 那個很痴 那個燒焦 大部分人都不要 因為你燒焦 是一種不正常 但是烘烤 你不能再 完工也要再烘烤 你要再另外烘烤 要不然你烘烤 這溫度很高 它的餅片就會弓起來 你看它這個上面 沒有一根餅釘 沒有一根餅酸 它就是為了保持 這個鹿角的 這個紋路的美麗 所以不去破壞它 像這個是不得已的 因為它這個是標章 是它的 它的 那個 身分證的 標記 所以你這個沒辦法 它這個是 三支刀加一支刀 這是三支刀加一刀的標章 三支刀交叉 下面還有一支 一支小刀 這個就是 這個美國 它上面英文字有寫 National My collectors 下面這一個 最下面就是 association association association就是 協會 協會有 兩個英文字 一個叫 Society 這兩個都是 俱樂部就叫 Club 其實這個就是 Club 很多 相同 一支同道合的人 在一起 的 社群 這個就叫 Club 一般 美國人是稱 Club 像馬克 它也叫 Club Case 它也叫 Club 但是NKCN 它就叫 association 它協會 協會比較大 而且 最多是有一萬多個業 最後在2015年關門 所以2015年關門 這些刀 你就更難買到 因為它已經停產 這個 這個協會已經不存在 不存在 所以 不會再做 所以它這個刀 它就會洗手 你就會 留著當紀念 以前它賣掉 好像協會還在 以後它再出新的刀 我再買 就是這樣 現在 鹿角也變成國際禁運 所以這個鹿角 現在買的很貴 以前它這個鹿角 熊一指刀場是 他們工廠自己 也有鹿角的 刀柄的刀 所以它先把這個刀顯出來 先把這個 要交給NKCA的 這些會拿 先把它顯出 先好的 出來做 做好剩下的才去給那個 他們量產在市面上賣 這很奇怪 有的刀場是這樣 這個別人來跟我殺價 殺價 譬如說我本來一隻賣 市面上 我講85塊 那你來殺價剩下60塊 所以你60塊我賺的比較少 所以我就比較差的給你 有的會用這種 但他不是因為他是一個1990年的成立的公司 他要打下他的生意 所以他把這個刀當作他的公司的 非常重要的這種工作 所以他把什麼最好的都加在 這個時候他那時候應該是用440 440 440的鋼材 對 但是他 早期都沒有講我是用什麼 他只是講我這是手術鋼 手術鋼的規格很多 手術鋼其實說他不要在那個 禁足這種文字遊戲 就是說我這種規格是多少多少 你440 哪一種規格 你任何規格都有他的這個 這個不足之處 所以 所以 現在的話 比較貴的鋼材 他就會寫出來 直接寫出來 像這什麼SV3060 那種刀一直就 一兩百塊 賣到兩百五十塊美金 刀的行情是沒有固定的 那個看當時怎麼樣 還有你這個刀做完以後 這個刀現在變成什麼樣子 像這個鹿角的刀 現在很多都是一兩百塊美金 現在鹿角沒有的話 它什麼東西都這樣 你看它這邊有花光 它整隻都這樣金光成美 這個都是拋光出來的 一定不是上漆 要知道 你知道拋得很細 很細的東西 它就不會把這個光線漫射 它就直接化光 所以它才會花光 所以很多人都會看 這個是上油漆 為什麼這麼花光 像它這個它不會花亮 它就是它沒有用很精細的砂紙去拋 因為一隻刀 你不是把刀全部都拋成亮的 這個叫 叫這種加工法 才是正解不對 刀有時候你握柄的時候 你不能太光滑 光滑就握不住 它這邊有兩個弧形 兩個弧形 所以在前面一個弧 這是通常是兩根指頭 十中兩指 美國人的話 有時候它是一根指頭在用 這個刀對美國人來講 那就算比較小的刀 它美國人的手很大 所以你看它這個刀 它大概通常握著就是這樣 有一根指頭跑 因為不夠長 所以美國人刀它大概十五寸 因為它手 它會比我多一個指頭 我跟你講 那個 我以前跟那個 有一個叫徐真明 你知道嗎 徐真明他的手 比我多一指 長度 他在丟那個棒球 投手 他手 手比我多一指 並不是比我多一指 他整個長度來的 這個 這個刀 它是原廠刀 唉唷 很厘 我不知道 我先背一下 因為我很討厭 這種 鴿子劇 它鴿皮中 你看它這個鴿 沒有聲音 就是這樣 嗯 這很厘 我剛才差一點被它割 這還不夠力 你已經 你要去拿那個皮膚蛋 可是背就是這樣 你 你要用那個 以前你這個刀一定要 沒有那個 刃盲 要不然這 一刮下去就刮花了 這個可以把那個鴿鹽 鴿鹽 鴿鹽 整齒 刮家 。 我以前就噴到那個 那 鳝鼻 一點 一旦 這不是硬子 這起來是很軟的 因為它 這不是它捲起來的紙 並不是一個平的紙 這個原廠導論 可以看到上面有一橫一橫 而且 楞延線不是很平 不是直線的 因為它這個有一點 應該也是有這個 有任盲 因為它只磨一次 照不出來 因為它這個 你看那個 楞延的斜邊 它有一點反射 反光 但是那個不是鏡面 它那不是鏡面 它離鏡面還有一段距離 它這整來不夠 應該要用水磨石在母 對這個 這個皮膚帶也不太好 到皮膚帶的時候要很嚴格 你一定要用那個 用水磨石磨 不是說這個 新的刀拿來就是皮膚帶掛 那皮膚帶一定會爆銷 我剛才是沒有注意 因為它這個 應該還要用磨石磨 才用皮膚帶 因為它 它只是過那個 沙袋輪 這樣左右 這樣 就一來回 這樣的話 它是不可能 這個楞延線是非常完美的 所以你一定要 還要用這個 水磨石來磨 或者是用鑽石 鑽石磨石 鑽石磨石 當然它會 它人還是很 因為它有楞芒 我剛才看它有楞芒 在光線上 你看會閃光的 這是有楞芒 楞芒是很風力的 噴到楞芒的東西 它一定會開 像這樣 好 那麼 這個刀 你平常 不要放這個 皮套裡面 你就是 直接放到這個 紙套裡面 因為你這個 皮它是會呼吸 因為它是現在 這個內層 它是一個開放組織 開放性組織 就是它不會 不會阻撓任何東西 要跟它 之間互動 像你有水分 水分它就進去 你像這個 這個水分 水分它就 它就沾在上面 你看 水分它就沾在上面 它現在馬上是濕了 另外一面的皮 這個表層 它這個就 沒辦法 水分就沒有 它有跟人的皮一樣 它有保護 它有這個角質層 它這裡面沒有 這裡面是 所以你空氣中有水分 它就跟互動 那你刀放在裡面也用 它就會生鏽 會產生電磁效應 就先氧化 然後就生鏽 所以你 皮套只是一個 攜帶工具 你要外出的時候才放皮套 在家裡面的時候 收藏的時候 放刀箱 或是你要放紙箱 也是你的事 但是你不要放在皮套裡面 像這樣放 皮套 可以把它包起來 乾淨以後把它包起來 包起來 很旺是乾燥機裡面 包起來 就這樣放 除非你要攜帶 有很多人 那這個皮套 都不跟這個刀放在一起 展示也是這樣 只展示刀 不展示皮套 皮套是什麼 皮套是護產品 皮套不是主角 因為你這個主要是刀 你花很多時間 很多精神在刀上 你再花在皮套上 這個刀就更貴 它的競爭力就更低 所以一般來講 皮套的價格 大概只有刀的十分之一 大概是這樣 除非你這個皮套 你上面有藝術的創作 像那個皮雕 那個皮套有的一個 可以買一隻刀 有的皮套有一兩百塊 那個雕的很專業 這種皮雕 要雕這個一兩個禮拜 大型的 所以一般來講 我們收藏刀的時候 這皮套就比較沒有在重視 所以它皮套通常都另外晃 因為你皮套要跟刀放在一起 這個很複雜的事 變成很複雜 因為皮套常常都很大一個東西 那刀是它是平 它有固定的尺寸 所以你刀可以這樣 晃著很多刀這樣排著 只要你那個 你做的時候 譬如說有做格子 它是通通都卡在上面 那有的東西它是用套子 然後插進去 然後看的時候就拿出來 像那種刀夾 刀夾 那這個刀箱的時候都很多 它有的有那個鬆緊帶 全部都一排全部都抓住 那有的 還有一些很奇怪的東西 像那個刀書還幹什麼 我這邊也有 那不要給你看 今天就講到這裡 這一支刀 這個1992年的NKCA的會員帳 就要到這裡 謝謝你的收看